大家好 春季是栽培花卉种菜的好时节 就像去年一样 辣椒非常贵 今年不知道是哪种蔬菜贵 所以我们在家里栽培生姜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是去市场购买的生姜 最好是带有泥土的 没有经过清洗的这种生姜 拿回来栽培 就容易成活 或者是一些农民在路边买 卖的都是带有非常多土壤的 这种拿回来 掰成几段就可以摘种了 掰下来之后 这个伤口我们用草木灰涂抹一下 因为草木灰含有碱性物质 能起到一个二字四斤的滋生 大家看一下 这个已经冒芽了 所以选择这种比较健康的生姜来栽培 长根冒芽快 因为是栽培到花盆里面的 选择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肥沃的 最好是选择杀枝土 因为杀枝土有利于植物的根系生长 用两份核杀加一份培育土 培育土主要是饱水 饱肥富含有机制 用来栽培一些花卉或者是一些蔬菜 是非常理想的机制 接一份珍珠盐 珍珠盐好处非常多 利水性好吸水性强 当植物的根系需要水分的时候 珍珠盐会释放水分 为了让后期的生姜 长势更加旺盛 底肥我们一定要放足 可以选择这种甘羊分 这种甘羊分含有丰富的负质 和有质质 能增强土壤的白水透气性 同时也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这种养分肥力非常温和 肥效是酒 用来栽培蔬菜 属于一个绿色的产品 栽培非常简单 欢迎们看着躺着下去就行了 它会从边上这里蒙发新芽 然后给它覆盖就行了 我们可以给它浇一测水 定根水 然后把它放在阴凉通风良好地方 等过的时间 它就会重新蒙发新芽 好了 再见